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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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于婷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的全新節目 每次我歷經了一波三折 我們終於開路了喔 大中有話耶 沒有啦有時候朦朧也是一種美 大家自己體會好不好 7月28號到8月8號 成都市大運就要火熱展開了 愛爾達身為一個 專業轉播市大運的體育頻道 當然要帶大家一起來了解一下 市大運好多有趣的小知識 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囉 市大運的全名叫做 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是一個提供大學生運動員參加的 國際綜合性的體育賽事 由國際大學運動總會來主辦 全球性的組織 當然要辦全球性的賽事囉 沒有錯 而且這個總會呢 連結了全世界超過100個國家 主辦大學生體育活動的國際組織 世界大學運動會呢 最早是在1922年 在法國巴黎舉辦 之後呢每兩年舉辦一次 也是首屆的市大運 這樣不就有將近百年的歷史了嗎 沒錯市大運呢 真的是歷史非常的悠久 當初名稱叫做國際大學運動會 那世界大學運動會這個名稱呢 要到1959年才會正式的更新 那開始將世界大學運動會 視為全球性的活動組織 算是想法和概念的變革喔 有一天啊 我們Team也可以有這種 國際規模的 有夢最美 大家加油囉 哇哦 接下來要帶大家來看一下 市大運的惠惠 黑色的字母U 是列印在白色的背景 下方則是五顆星星 象徵五大洲 跟奧運的五環其實是相一致的 那黑色的V俗字樣 則是在最下方 市大運的競賽項目 分為了必辦還有選辦 以夏季的市大運來說的話 目前呢有15個必辦的種類 包括了田徑 籃球 排球 桌球 網球 足球 水球 極鍵 競技體操 運率體操 柔道 跳水 還有游泳喔 這樣不是才13個嗎 嘿你有認真在聽喔阿強 有在算齁 2017年到2019年分別有納入 跆拳道跟射箭為必辦的項目 就變成15項啦 羽球也將在今年的成都市大運 加入到必辦種類之一 擴大到16個必辦項目 未來也有可能呢 一部分奧運的項目 列入到規定的舉辦項目當中 選辦呢 則就是由主辦的程式來自行決定囉 市大運呢走過了將近半個世紀 規模還有重要性其實是 僅次於奧林匹克運動會的 經過統計啊 也有48%的奧運獎牌得主 都曾經在市大運拿過獎牌 哇這麼多喔 將近一半耶 代表說喔其實市大運是接軌 國際體育競技必經的試煉 換句話說獲獎或是代表國家參加的 大學生運動員其實都有相當大的機率 會入選到國家代表隊 爭戰奧運會等等的國際賽事 市大運也有小奧運之稱喔 前哨戰蛻變的感覺 沒錯就是要登大人的那種感覺啦 欸余婷聽聽聽講到這邊啊 對市大運你的確有不同的認識 當然啊畢竟呢我從事這個體育記者 生涯也是蠻長的 你知道我是體壇界的這個胡字典 胡字典 應該也還算可以吧 誰贊成 誰反對 欸你那什麼臉啊 放尊重一點喔 光用獎的說服力不是很夠 我準備了一個小考驗叫做 我就來接受你的挑戰 我相信我應該 命中率可以蠻高的 第一題請問哪一次市大運 史上最多運動員參賽 A.2011年深圳市大運 B.2013年克山市大運 C.2015年光州市大運 像這種大型的國際賽會 應該是一年一年 會有更多人來投入參與 所以我當然會選最近的C.光州市大運 標準答案 74 第二題 2017台北市大運 總共取得多少面獎牌 為歷屆最多 A.87面 B.90面 C.93面 請做答案 台北市大運 當初在台灣辦得轟轟烈烈 那麼多人關注 這一題我肯定是要答對 答案就是 B.90面 標準答案轉出令 好啊 好啊 考一個非常難的數字題 下一題就真的變難了 2017台北市大運 台灣總共派出多少位運動員 為史上最高 A.351人 B.361人 C.371人 請做答案 製作單位有需要 輸我洋相嗎 等一下喔 這個數字真的太難了 選一個好像比較常聽到 有運動品牌的這個數字嘛 B.361 答錯了 C.371人 C.371人 你們這PUA喔 現在 再攻擊我再說沒關係 第四 今年成都市大運 吉祥物是什麼動物 A.狐狸 B.熊貓 C.兔子 太簡單了 太簡單了 我等不及你講請做答 我就想做答 答案就是 B.熊貓 標準答案轉出令 成都最知名的就是大熊貓 這個答錯就可以 直接這個門出書不用錄了 其他退休 原地退休 沒有錯 第五題 今年成都市大運 沒有辦理哪一項運動賽事項目 A.舉重 B.划船 C.武術 請做答 這題對我來說其實也蠻簡單的 因為呢 在最近我們也是非常積極在做市大運的一些專題報導 所以呢 後面這兩個項目呢 我都有研究過他們的選手 沒有看到舉重選手 答案就是A 簡單 這已經算是研究到非常透徹了 沒錯沒錯 第六題 二零二五年 第三十二屆市大運 將在哪裡舉辦 A.南韓中青島 B.俄國葉卡捷琳堡 C.德國萊英盧爾 請做答案 好 這麼厲害喔 竟然答對五題耶 活字典的這個稱號 應該是十拿九穩的 但活字典好像很老耶 換一個 鏡頭腦好了 為什麼那麼反應 剛剛說鏡頭腦不許的解釋他 我們現在又說可以 余婷啊剛剛有一題 台北市大運 拿到歷屆最多90面獎牌 那個時候你應該覺得很不可思議吧 確實沒有錯 台灣主辦過最高層級的國際體育賽事 拿到這麼多面的獎牌 真的是空前絕後 而且那時候呢 我人也在愛爾達嘛 當時也採訪了非常非常多的項目 印象最深刻當然就是在開幕式的那一天 哇 點燃聖火的那個橋段 我覺得安排真的是太棒了 不曉得大家還記不記得 總共四棒嘛 第一棒就是桌球的好手江洪傑 傳給當時的世界羽球球後戴姿穎 第三棒是射箭的好手譚雅廷 再傳給第四棒風歌成金風 他是用揮棒的方式 把火球直接打向聖火台 看到那整個接棒的過程當中 完全的起雞皮疙瘩 我還特別就是去找了一下網路上的影片 在公車上來的路上啊 邊看都戴著口罩 那狂哭流鼻涕都在那口罩裡頭 一方面是震撼 然後二方面是其實 真的就是風歌嘛 永遠第四棒是我們台灣全體球迷的記憶 然後你看到他在那麼大的舞台上頭 然後把聖火的那個火球直接扛出去 那個感動我相信我這樣形容起來 大家在現場應該也都蠻有感覺的 那個聖火一點燃聖火台啊 然後現場就想起了音樂就是再出發 真的是太會安排這個橋段 視覺跟心覺的饗宴都達到 對 真的是很感動的一刻 那時候其實我們對世大運 一開始接收的那個資訊 其實不是賽事 是柯文哲的跌倒 因為那台北有辦世大運 國際型最高的賽事 所以才會開始關注這樣 對 那一天其實也是因為 柯文哲市長他要去視察那個田徑的跑道嘛 就跟著跑了一下結果就 也太像了吧 我覺得蠻好的一個行銷啦 幫了蠻大的忙 就是有話題 那更重要的是其實我覺得這個舞台啊 真的是讓我們很多的運動員 可以讓大家關注 都是不同的運動項目各種努力的佼佼者 有點像 復仇者聯盟有沒有 Assemble在那個舞台上 我覺得很棒 對 回家比賽這真的是太棒的slogan了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很有感 那時候戴茲穎他本來那個時間點還有市井賽 也是就是非常重大的一個大賽 但是小戴他沒有去參加這場比賽 反而留在台灣打台北市大運 這個決定我覺得其實也讓很多台灣球迷相當的感動 讚 當然講完了2017台北市大運 不免俗呢也要來介紹一下 今年的成都市大運 這屆市大運呢其實應該是2021 也就是兩年前就要舉辦 但因為當時呢全球新冠肺炎真的太嚴重了 那為了安全呢還是延期了兩次喔 還是要考量運動員的身體健康 沒錯而且運動員啊真的是 花了這麼久的時間備戰這一場市大運 在這邊呢要向所有的運動員還有主辦單位 來獻上我的膝蓋 大家真的是太辛苦了 好啦話說回來今年的中華隊 當然也是蓄勢待發 派出了有212位的選手出征 幾位看點的選手呢包括在2020東京奧運 奪下了獎牌的楊勇偉 李志凱 羅嘉玲 還有台灣蝶王冠宏都在我們的名單當中 其中呢還有新科的羽球選手林俊毅 還有體操精靈丁華田等人 再加上籃球 排球 射箭等等代表隊 這一次的聲勢 真的是非常的浩大 今年的市大運一定非常的精彩 相信賽程一個接著一個 大家一定會看得非常過癮 艾爾達體育台專業的轉播團隊 可以為大家帶來非常非常豐富的轉播 大家的淚都會很值得的 是不是慢半拍啊 OK啦講了這麼多 最後當然還是要再次強調 7月28到8月8號 艾爾達將會轉播2021成都市大運完整的賽事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要告一段落啦 喜歡艾爾達的朋友 都記得要按讚訂閱再加上分享 那如果有任何的運動或是影片相關的建議 也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們喔 下次再見囉 拜拜